绣山菇萝卜丝与鸡胸肉拌炒 简单用海盐与黑胡椒提味 再拌入姜黄饭 这是名医张震荣私访护肝料理 这很好吃 我们家食物都是用食物的原味 身为肠胃肝名医 菇类食材是张震荣每餐必吃的主食 张震荣的太太 每日亲手打理先生的三餐 他最常把菇类与鸡肉混搭做料理 含有多糖体的锈针菇 能够预防脂肪肝降低肝发炎指数 鸡胸肉富含必须氨基酸 能够帮助恢复肝脏功能 姜黄能抗氧化也能修复肝细胞 这一道酸绒鸡汤也有学问 大蒜中的硫化物大蒜素 有助肝脏解毒提升免疫力 被美国癌症医学会 列为抗癌蔬果第一名 张震荣说 健康吃的关键 最重要的就是减少外食 避免摄取高油高盐 跟类型地中海饮食法 金字塔底部就是 一个大量的五穀类 加上蔬菜水果 这是每天你都要吃的 再来的话就是 包含一些所谓的蛋白质 一个礼拜可能会建议你 至少吃两次 鱼肉或者是贝类海鲜 我大概一天就会逼自己 尽量去喝到 两千cc的白开水 那白开水对身体代谢是很重要 张震荣医师每日看上百位病人 工作时间十小时起跳 民营的护肝养生运动 就是负重深蹲 肌肉锻炼搭配有氧运动 有助燃脂改善脂肪肝 肝脏是个沉默的器官 所以大部分绝大多数的 不管你是肝发炎肝硬化肝癌 早期是几乎没有征兆 但是我们可以蛛丝马迹 会提醒大家 就是比方说 常常你感到无缘无故的疲劳 或者你会不明原因的恶心反胃 或者你会有 常常有食欲不振 读懂肝发出的无声求救很重要 因为肝发炎脱成肝癌 只差一步之遥 张振荣三餐吃大量蔬果 服役少量白肉 餐餐谨授地中海饮食原则 不仅能降低胆固醇 也减少肝脏发炎的机会